灿烂千阳 卡勒德胡塞尼柱 第四十六章 莱拉 莱拉意识到自己上方有一张脸 她清楚地察觉到那些牙齿 烟草味和恶狠狠的眼睛 她也迷迷糊糊地意识到玛丽雅姆的存在 在那张脸之外 她的拳头雨点斑落下来 天花板 莱拉觉得天花板越来越近 布满天花板的黑色斑点像是裙子上的墨迹 而灰泥上的裂缝则是冷漠的微笑或者紧皱的眉头 这完全取决于人们站在房间的哪一头看着她 莱拉想起了曾经有多少次 她把一块破布绑在扫把的末端 用她来清理天花板上的蜘蛛网 她和玛丽雅姆曾三次给她涂上白色的油漆 现在那道裂缝不再是一个笑脸了 而是变成了一道嘲弄而鄙夷的目光 她消失了 天花板抖动着 越来越高 离她越来越远 向着一片模糊不清的阴暗飞升而去 她不断地抬升 直到缩小的只有邮票那么大 她是白色的 发出明亮的光芒 而她周围的一切都被黑暗遮蔽了 在黑暗中 拉西德的脸像是太阳的黑点 这时 她眼前闪起一些短暂而刺眼的光芒 就像银色的星星正在爆炸一样 光线中出现了各种奇怪的几何图案 如虫 鸡蛋状的东西 上下左右移动 彼此融合在一起 裂开 变成其他东西 然后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漆黑 她听到的说话声模糊而遥远 在她眼瞼之后 两个孩子的面孔闪了出来 阿兹莎惊慌的脸 压抑的脸 惠意的脸 鬼秘的脸 查尔麦依极其渴望地抬头看着她父亲的脸 就这样结束了 来啦心想 这是一个多么可惜的结局呀 但随后黑暗渐渐散去 她感觉有人把她扶起来 把她抱起来 天花板慢慢降下来 慢慢变大 现在来啦又能看见那道裂痕了 她依然是那个呆滞的笑容 有人在摇晃着她 你没事吧 回答我 你没事吧 玛丽雅姆的脸 满是伤痕 忧心冲冲 在来啦脸上盘旋 来啦吸了一口气 这让她喉咙发痛 她又吸了一口气 这次痛得更厉害了 不止喉咙 连胸口也发痛 然后她不停地咳嗽和喘息 张开嘴巴吸气 不断地吸气 她那只完好的耳朵嗡嗡响 她坐起来 最先看到的是拉西德 她仰面躺着 嘴巴张开 眼睛眨也不眨 眼神空荡荡的 一丝淡红色的泡沫 从她的嘴巴流下她的脸颊 她裤子的前面是湿的 她看到她的额头 然后她看见了铁锹 她发出一声呻吟 啊 她嗓音颤抖 几乎说不出话来 啊 玛丽雅姆 莱拉走来走去 口中喃喃自语 双手不停地相互撞击 玛丽雅姆则镇静地 坐在拉西德身旁 一动不动 玛丽雅姆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说话 莱拉唇干舌燥 说话节节巴巴 浑身上下不停地发抖 她强迫自己别去看拉西德 别去看她那张开的嘴巴 睁开的眼睛 别去看她锁骨凹陷处正在凝结的血块 屋外 光线渐渐消逝 天色暗了下来 在这黄昏的光芒中 玛丽雅姆的脸庞显得又瘦又长 但她并没有流露出激动或惊慌 她只是神情专注 心事重重 浑然忘我 连下巴停了一只苍蝇也丝毫没有反应 她只是咬着上唇 坐在那儿 她沉思的时候总是这副样子 她终于说话了 坐下 亲爱的莱拉 莱拉听话的坐下了 我们得把她搬走 不能让查尔麦依看见这些 玛丽雅姆从拉西德的口袋掏出房间的钥匙 然后他们用床单把她裹起来 莱拉把手伸到她的膝盖后面 抱着她的双脚 玛丽雅姆则抓住她的腋下 他们试图把她抬起来 可是她太重了 结果他们只好把她拖走 他们拖着她穿过前门 走进院子 拉西德的双脚被门框卡住了 她的腿弯向一旁 他们只得走回去 再次试着把她拖起来 然后楼上传来一声巨响 来拉双腿发软 她倒在拉西德身边 她趴在地上 啜泣着 浑身颤抖 玛丽雅姆只好站在她身边 双手插腰 说她必须坚强一点 说事情既然做了就做了 过了一会 莱拉站起来 擦掉脸上的眼泪 和玛丽雅姆一起 顺顺当当地把拉西德拖到院子里 他们把她拖进工具棚屋 他们把她藏在工作台之后 工作台上摆着一把锯子 几枚铁钉 一把凿子 一把铁锤 还有一块圆柱体形状的木头 拉西德本来打算为查尔麦伊 把这块木头雕刻成某种东西 但她一直没有完工 然后他们再次走进屋子 玛丽雅姆洗净双手 用他们抹了抹头发 深深吸一口气 然后将她呼出来 让我来看看你的伤口 你身上到处都破了 亲爱的莱拉 那天晚上 玛丽雅姆说她要考虑一些事情 她要把思绪里清楚 想出一个计划 肯定有办法的 她说 我只要找到这个办法就行了 我们必须离开 我们不能留在这里 莱拉心碎的说 她的嗓音很嘶哑 她突然想到铁锹打中 拉西德的脑袋 肯定发出很响的声音 她的身体向前倾斜 胆汁涌了上来 玛丽雅姆耐心的等待着 直到莱拉感觉好一些 然后她让莱拉躺下 轻轻抚摸着莱拉的头发 玛丽雅姆说不用担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说她们应该离开 她 莱拉 两个孩子 还有塔里克 她们将会离开这座房子 离开这个悲伤的城市 她们将会彻底离开这个让人绝望的国家 玛丽雅姆一边说 一边用手梳理着莱拉的头发 她说她们应该去一个遥远而安全的 没有人能够找到她们的地方 去一个能够摆脱过去 找到七身之所的地方 去一个有树的地方 她说 是的 一个有很多树的地方 她们将会去一个未曾听说过的地方 住进一座小小的房子 玛丽雅姆说 或者生活在一个遥远的村庄 纳尔的道路很狭窄 而且没有铺路面 但是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树木和草丛 也许纳尔还有一条小径 一条通向草地的小径 孩子们可以在草地上玩耍 又或许纳尔有一条铺了沙丽的道路 她们可以沿着那条路 来到一个成蓝的湖泊 鲑鱼在湖里游泳 湖面上生长着芦苇 她们将会喂养绵羊和小鸡 她们将会一起做面包 教两个孩子读书十字 她们将会过上新的生活 安宁的 孤独的生活 卸下长久以来所承受的重负 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 来拉满怀希望的南南自语 她知道未来的生活将会充满困难 但这些是令人愉快的困难 她们将会解决这些困难 将会像对待传家宝一样珍重这些困难 将会从中获得她们的尊严 玛丽雅姆慈祥的柔和声音再次响起 宽慰着来拉 肯定有办法的 她将会说 等到第二天早晨 玛丽雅姆将会跟来拉说 她们需要做些什么事 她们将会完成它 也许到了明天这个时候 她们已经踏上了一条通往新生活的道路 她们将会知难而上 去拥抱充满各种可能性和欢乐的生活 莱拉感激玛丽雅姆清楚而镇定的 为了她们两个人的将来而安排了这一切 她自己则心绪不宁 头脑一团糟 玛丽雅姆站起来 你应该去照顾你的儿子了 莱拉从未曾在人类的脸孔上见过像她那么严肃的表情 房间一片漆黑 莱拉发现她全驱着躺在床垫上拉西德先前睡的那一边 她钻进被窝 在她身边躺下 拉过一条毛毯 盖住了她们两人 你睡着了吗 她没有把脸转过来对着她 她说 我睡不着 亲爱的爸爸还没有 念驱赶巴巴鲁的经文给我听 今晚我来念给你听吧 你讲的没她好 她捏了捏她那小小的肩膀 在她脖子背面亲了一下 我可以试试吗 亲爱的爸爸哪里去了 亲爱的爸爸已经走掉了 莱拉说 她的喉咙又耿住了 就这样 她第一次说出了这个该死的谎言 这个谎言 她将会说上多少次 莱拉悲哀的想 她能够蒙骗查尔麦依多少次 她想起了从前 每当拉西德回家 查尔麦依会兴奋的朝她跑过去 拉西德会抓住她的上臂 把她提起来 不停地转着圈子 直到查尔麦依的双脚笔直地飞了起来 然后查尔麦依会站立不稳 像罪汉那样跌跌撞撞 他们两人会咯咯笑个不停 她想起了他们的胡闹 放纵的笑声和神秘的眼神 莱拉为儿子感到一阵羞愧和悲哀 她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 乖孩子 她什么时候回来 亲爱的爸爸回来的时候会带着礼物吗 莱拉和查尔麦依一起念了经文 二十一声奉慈悲的安拉之名 每一声代表七根手指的每一个指节 她看着她捧起双手放在面前 对着他们吹了一口气 然后把两只手的手背放在额头上 做了一个扔东西的动作 嘴里念念有词 巴巴鲁 走开 别来找查尔麦依 他跟你没有关系 巴巴鲁 走开 然后 为了完成这个仪式 他们会说三次真主伟大 后来 夜兰更深的时候 莱拉被一个低微的声音吓了一跳 亲爱的爸爸是因为我才走的吗 是因为我说的话 因为我说了你和楼下那个男人的事情才走的吗 他朝他侧过身去 正打算安慰他 正打算说跟你没有关系 查尔麦依 跟你没关系 这不是你的错 但他已经睡着了 小小的胸膛不停的一起一伏 睡觉的时候 莱拉的头脑还是一片混乱 无法冷静地进行思考 但当他被早晨的祷告钟声唤醒时 心情已经开朗很多了 他坐起来 看着入睡中的查尔麦依 他的拳头抵着下巴 他想象昨天半夜 玛丽亚母悄悄溜进他们的房间 一边看着熟睡的他和查尔麦依 一边在心中盘算对策 他滑下床 他费了好大劲才站起来 身上到处发痛 他的脖子 肩膀 后背 手臂和大腿上都有拉西德的皮带头打出来的伤口 他忍着痛楚 安静地离开了房间 玛丽亚母的房间有些阴暗 这种蒙蒙亮的光线总是让莱拉响起提叫的攻击和玻璃窗上低下来的露珠 房间的一角 玛丽亚母坐在祷告用的毛毯上 脸朝窗口 莱拉慢慢地蹲下身体 坐到他对面 你今天早上应该去探望阿兹沙 玛丽亚母说 我知道你要我去干什么 别走路去 坐公共汽车 你可以混上去的 出租车太引人注目了 你肯定会因为一个人乘坐而被拦下的 你昨晚所做的承诺 莱拉无法说完这句话 树木 湖泊 无名的村庄 他明白这些是一个幻境 一个亦在安慰他的谎言 就像哄一个难过的孩子 我的意思是你将要过上那种生活 玛丽亚母说 那是你将要过的生活 亲爱的莱拉 如果没有你 我不要那种生活 莱拉哽咽着说 玛丽亚母惨然一笑 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玛丽亚母 我们大家一起走 你 我 两个孩子 塔里克在巴基斯坦有个地方 我们可以在那边躲避一阵 等到事情平息下去 那不可能 玛丽亚母耐心的说 向一个母亲劝说一个好心淡糊涂的孩子 我们将会相互照顾 莱拉气不成声的说 双眼充满了泪水 就像你说过的 不 如果你跟我们一起走 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爱 亲爱的莱拉 莱拉继续磕磕巴巴的说着 她祈求 她许诺 她会包下所有清扫房间的活儿 她说 加上做饭 你什么事都不用做 再也不用做了 你可以休息 睡觉 种花 无论你想要什么东西 你只要开口 我肯定会把它找来给你 别这样 玛丽亚母 别离开我 别让阿兹沙伤心 偷面包会被他们砍掉双手 玛丽亚母说 你想想看 要是发现一个丈夫死了 两个妻子不见了 他们会怎么做 没有人会知道 莱拉低声说 没有人会找到我们 他们会的 迟早的事情 他们是猎犬 玛丽亚母的声音 低沉 而警惕 这让莱拉的承诺显得荒唐 虚伪和愚蠢 玛丽亚母 你们的孩子该怎么办 莱拉双眼刺痛 泪如泉涌 到时谁来照顾他们 塔利班 为你的孩子考虑 亲爱的莱拉 为你的孩子考虑 别管我 我做不到 你必须做到 这不公平 莱拉哭泣着说 但这很公平 过来 来 躺在这边 莱拉向玛丽亚母爬过去 再次把头枕在她的大腿上 她记得所有那些 共同度过的下午 他们相互给对方扎辫子 玛丽亚母耐心的听着 她随口说出心中的想法 或者寻常的故事 一副满怀感激的样子 仿佛很感谢 我如何能面对她 亲爱的莱拉 我如何能够鼓起勇气来看她 玛丽亚母 捏起莱拉的一柳头发 把粘在一起的全发分开 对我来说 这里就是终点 我已经无欲无求 我小时候所渴望的一切 你们都已经给了我 你和你的两个孩子 已经让我感到如此的幸福 没关系的 亲爱的莱拉 没关系的 别难过 莱拉不知道该如何理智地回答玛丽亚母所说的话 但她只顾断断续续地 孩子气得胡言乱语 说什么水果树等着玛丽亚母去种 小鸡等着玛丽亚母去养 她继续说着什么无名小镇的小房子 散步到生满鲑鱼的湖泊之类的话 到了最后 她的话都说完了 眼泪却还流个不停 莱拉只好投降放弃 像一个孩子被大人无懈可击的逻辑压倒那样哭了起来 她只能拳起身体 最后一次把脸埋在玛丽亚母温暖的大腿之中 那天早晨晚些时候 玛丽亚母收拾了一些面包和晒干的无花果给查尔麦依当午餐 她也给阿兹沙一些无花果和几块动物形状的饼干 她用纸袋把这些食物装起来 交给莱拉 替我亲亲阿兹沙 她说 跟她说她是我的眼睛之光 是我的心灵之王 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莱拉双唇紧闭 点了点头 听我的话 坐公共汽车去 一路低着头 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 玛丽亚母 我想在出庭作证之前看到你 我将会告诉他们那是怎么发生的 我将会解释那不是你的错 你只能那样做 他们会理解的 你说呢 玛丽亚母 他们会理解的 玛丽亚母柔和的看着她 玛丽亚母 在查尔迈衣身前蹲下 她穿着红色的续衫 破旧的卡奇裤 和一双拉西德从曼带衣市场买给她的旧牛仔靴 她双手抱着那个新买的篮球 玛丽亚母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但愿你成为一个强壮的好男孩 诺 她说 要好好对待你母亲 她捧起她的脸 她后退 但她依然捧着 很抱歉 亲爱的查尔迈衣 我给你带来那么多痛苦和悲伤 我真的很抱歉 莱拉握着查尔迈衣的手 两人一道沿着街道走下去 就在他们拐弯之前 莱拉回头看 见到玛丽亚母站在门口 玛丽亚母头上蒙着白色的围巾 穿着前面有一排钮扣的深蓝色毛衣 和一条白色的棉布裤子 一些灰白的头发散落在她额前 几缕阳光洒落在她的脸庞和肩膀上 玛丽亚母依依不舍地挥了挥手 他们转过拐角 莱拉从此再也没有见到玛丽亚母